我今天帶大家去深圳山海站的登塔圖書館 首先我們在福田口岸坐10號線 在江夏北鑽2號或8號線往小梅沙方向 接著在海山站下車 接著我們在A1出口出 而我們今次的目的地就是去登塔圖書館 這條橋設計得很有特色 我覺得很漂亮 燈塔圖書館坐落在海旁 你可以在那裡看書 休息一下又可以看看海 其實真的挺治癒的 它的外觀設計成一個輪船 又像一個燈塔 構成新的海岸閱讀場景 圖書館 樓高四層 它設計採用了圓木式的風格 比較溫和舒適 而四層都有窗 可以望海 讓我們慢慢欣賞這個 這麼獨特的圖書館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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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ar 好嗎 阿 前方的述 Kommandong 鮑魚類傅 爬桑 不停地出現 不停地生轉 爬桑 好了 我们看完图书馆之后 就去这个一海城吃饭啦 由于见到这个老鸭、牛腩、牛渣煲很多人 而且买广告又买得好行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吃啦 这家店都是火锅色的 但其实那些酱料都不用怎么用 因为它的汤底很浓味 我们吃了这么多样菜 每样都很好吃 但唯独有一样东西不好吃 就是这个绿豆糖水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